大家早上好 开始去上班了 这个割了之后它就长了 这个草啊 今天晚上可以耗一耗 因为明天可以睡冷觉了 最近就是因为刚回德国嘛 就是时差这方面 就是每天很早就困 所以呢最近也没什么干什么活 天天洗衣服今天还在洗 我老公刚刚给我打电话说 赶紧把那个生活垃圾丢出去 我没看日历 我们这里就是丢这些垃圾都有日历的 告诉你哪一天哪一天 看这边这家的五花果树 德国这边五花果便宜的 现在超市里都超级大的 但都是紫色的皮 没有青皮的那种 五花果我本来也不咋喜欢吃 还有五花果干的五花果我也不喜欢吃 吃午饭呢 看我们的午饭是 同事东北人会做吧 看葱 鸡蛋 然后西红柿黄瓜 蜜制酱料 就缺一杯二锅头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这叫凉面呗 看这碗老大了 我们吃饭 跟着辣椒油 我看见他在阳台上 晒太阳 小猫猫外头热不热 热不热 他吃东西 看这是啥 这是花生 我好朋友特地送到我上班的地方去的 一公斤 他说跟我讲说用这个花生去 花芽 变成花生芽 可好吃的 我这次回国的时候我吃到了 就是饭店里头有这道菜 粗粗的 是挺好吃的 我尝尝这个花生 真的磕磕饱满 好吃 他不是那种嘎嘣死尽脆的那种 这种感觉真好吃 红皮花生 播个给大家看看 看 这红皮的 可好吃了 我喜欢吃花生 小时候我们家里头 穷啊 长的一点点花生 做种子的都被我们给吃掉了 那我闺女把窝头那个 都是给它铺整整齐齐的 不要斜了 今天晚上坐到外面吃晚饭 继续做的 这是连续第三天了 一不小心吃了一堆 一公斤呢 妈呀 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 丰不丰富吧 看 寿司啊 好朋友给的 哎呀 哎呦 这个芥末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上次回国的时候带的 嗯嗯 看我们消灭了挺多的 这个有三文鱼了 我们就吃三文鱼就好了 我说这次去京岛 我没有吃三文鱼吃生 真的 我也挺喜欢吃三文鱼吃 真的 现在是马上9点钟 我们去超市买酵母 因为我老公要做面包 我老公还说呢 哎呀想起在国内的几天 那些天天天热死了 真的是天天热死了 我们这边早晚是凉快的 中午今天也很热 热得我脑袋都疼 因为我上班那个地方 它是有点 有点就是 它不是那种房子是钢板搭的 所以它有点那种热是闷热的 不通风 所以我脑袋疼 那现在缓过来一点了 有一个月差不多没有吃面包了 我老公做的面包 所以今天赶紧去 看一 它在那个我们家冰箱里 都会有放了一点酵母的 结果发美了 好长时间没用了 我们我们家这边这个超市的话 虽然小 它营业到晚上10点的 一般的话他们都是到9点 但我们这可以到10点 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可以到液体12点 我现在到超市了 这边都是有机的 看这边都是坚果 德国人也很吃坚果 这是小超市 才这么一点 大超市很大的 但是德国的坚果比中国便宜一点 我们现在又换了一家超市 是另外一个村的 同样一个超市 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村的 为什么我们会换到这个超市来 那是因为我老公他的手机是新的 因为之前的手机太老了 就是手机银行里头付款付不了 所以呢我们跑到这来了 这个桃子好不错 有买点给我闺女尝一尝 你说你的桃子不行啊 没有白色的这个桃子 哎呦这个桃子它也有买鸡油菇的 鸡油菇没人买 都有点烂掉了 看400克是不是 现在坐在家里头了 刚才测试了一下 他手机可以付款的 只不过他的那个 就是接收信号的点 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 之前的手机是前面 就是把那个手机屏要扣过来 现在是直接手机的后背给他就好了 不死心啊 必须要死心 哎呦我的妈呀 跟趕急日的急吼吼的到家 看这个是躺米 我躺了在睡觉了 因为等会睡到了有点冷 所以我拿了个小毯子 到在外头 还行吧 祝大家晚安 好的 明天天哦 明天给大家看我老公做的面包 看他将近一个月没做了 看他技术有没有丢啊 好